很多很聪明的youtube surfers 他们都经常来这里 我来找我的朋友 不愧是那个冲浪的证据 真正是男人 今天也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冲浪的一些规矩吧 怎么样 再来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 大概这个位置就不太长 好 今天又去冲浪了 而且又是一个人偷欢了 因为这个周末嘛 周六周日的话有拍摄 所以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冲了 所以我就周五找了一个时间 跟我那个伙伴约好了就一起去 现在是大概九点半 还不到 然后到那边大概十点半 这次又去马里布 希望这次的话顺利 因为上两次去马里布都不是很顺利 第一次去马里布的话 是因为那个浪嘛 石头啊这些 然后也比较低潮 所以本来那时候的水平也更差 又是天冷的 然后就冲的不是很好 但知道那个地方是很热门 很popular的一个冲浪点 然后第二次去的话 那边根本没有停车的位置 后来换了一个地方 也不是真正特别好的位置 为了小海玩嘛 那今天的话是周五 可能人会相对比周末要少一点 但也不确定 因为毕竟是夏天嘛 它的海岸是有个弯斜的 然后那个浪是斜的这样 很缓很长这样推过来 所以看过很多视频 特别好就是 它浪比较长嘛 一直慢慢的缓缓的往前推 所以如果那边能够成功的 起来 然后甚至是切过来 拐拐 就是所谓横切嘛 那应该会蛮有意思的 因为 Sunset Beach啊这些呢 它是还挺适合出学 但是你一旦想尝试更长的浪呢 那它的浪是不够长的 所以的话马里布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但是那边高手也比较多 人会多一些 然后也要小心一点了 等于你要位置不要去调 不要 不要站着别人的那个冲浪的位置 那样的话一个是影响片 另外呢就是说你也会有些安全的隐患 别人会撞到你啊 那边的浪真的是太漂亮了 现在这边有点逆光 看这个浪 看这个浪平缓 平缓 非常平缓 这个地方 对 你看这个浪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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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地方叫做 The Gatti Villa 这个地方附近的浪非常好 所以我专门要拍一下 这个地方是上次我们来过 看到过这个也有一边是石头滩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很少人冲 这浪多好啊 太漂亮了 平平缓缓的 平平缓缓的 能看到吗 这个浪 能看到吗 这个浪很平缓 很平缓的 我希望能拍出来 好像不好拍 这是那个Santa Monica 跟那个马里布交界的那个位置 那个浪实在是太好了 我每一次去马里布 事实上马里布Pier 就是要更远一点嘛 我每次要从Santa Monica 经过这 然后看到那个浪平缓 哇 特别漂亮 我就特别想这边下去 就从这边冲 但是我每次都是跟胡晓 都约好在Pier见面 所以我又不好那种感变 另外的话我也说实话 就是看到很漂亮 我也不知道那个沙滩那种停车 好像停车还行 很多是免费停车的 所以下次我得再试一下这边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也很多人冲 就是有一些地方没什么人 但是对我们初学来说 也不错 然后人多的地方 那肯定都是他们都非常有经验 知道那个不好 那今天运气比较好 一开进来就有两辆车要走 他们刚刚冲完了 这位黑人女孩很漂亮 那个平时黑人重浪的也不多见 谢谢他了 拜拜 这里还是应该都是重浪的 这里就是绝对的 很多那个很聪明的YouTube的那个surfer 他们都经常来这里 嗨 Wah 跳舞 那是熊白了 还有人在用长江再拍 我在找我的朋友 太爽了 這裡 不愧是衝浪的證明 今天也學到很多東西 就是衝浪的一些規矩 像這個浪 它一般浪封在這個地方 所以兩邊的話就漸漸的沒有大的浪 兩邊都沒有 那你出去的時候要從這個邊邊出去 像他們這樣出去 然後到了有浪的時候這邊滑過去 然後接著這個浪 但是從這邊出去的話就不對了 從這邊的話 那些人衝浪衝起來的時候就會 你就擋住了別人的道 所以這個地方是不可以的 怎麼樣 再來 再來一個 你看 你看 他們一個是從這邊 看了 你看 你看 這邊衝出來的 別的話 我們這邊 穿過去 沒衝到 剛才我也 衝到 一個還不錯的 然後 衝得很遠 到了快到 直速的時候 已經沒有 沒有浪了 後面接著浪又衝過來 所以就一直開始 往旋飛 還有就是今天那個開斗 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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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開斗 就是一些方法 阿 他也不知道 然後剛才還有人叫醒 因為我在這個地方大概是 我看起來前面就有了 我沒有看到他 他說你不應該這個時候起 起來的話就有了不妙的 比較好多 他還碰過床吧 他一直在我旁邊 我你長短短短短就出來了 這個浪是真的 但是我們的技術確實不符配